值得托付的朋友 山姆是森林里的寻山员 为了方便守护山林 她每个月都会在森林的山屋住上十几天 山姆,你这是把家都搬到山上了 真是有够敬业的呀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们 要不是有你们帮忙 这间山屋哪能重新整理得这么舒适 有了这间屋子 我就不用每天山上山下的跑了 方便太多了 你一个人住在这深山里不会害怕吗 要知道这山里可是有狼啊 前些年这山里的确有不少狼 可是最近几年 由于人类在山里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 山里的狼已经越来越少了 即便少那也还是有啊 昨天我还听说有猎人在山里捕获了一只狼 山姆,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没事的,你们放心好了 山里的狼现在见到人都会吓得拔腿就跑 好了,赶快吃饭吧 吃完饭,我带你们去山里走走 嗯,森林里的空气真好啊 而且到处鸟有花香 山姆,难怪你这么喜欢住在山上 这里除了交通不方便 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缺点了 你们喜欢这里的话 就在我那屋子住上几天 也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 咦,那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啊 安德罗,别胡说 这山山里怎么会有小孩子呢 我想这应该是什么野兽幼崽的叫声 当众人寻声走过去后 竟看到了一只被陷阱抓住的小狼 正在不停地挣扎哀叫着 哎呀,这是什么 小狗 森林里怎么可能有小狗啊 这是狼,小狼 我的妈呀,这是狼 对的,这的确是一只小狼 它怎么会独自跑到这里呢 哎呀,难道它是昨天被抓住那只狼的孩子啊 你们看,它害怕了 瞧,都要吓哭了 可怜的小家伙 来,让我来帮帮你 山姆,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在救它 你别做傻事了 它这么小,即使你把它救下来 它也没办法独自在山林里活下去呀 嗯,你说的对 它太小了,的确没办法在这里生存 那我就养着它吧 啊,你疯了吗 你要养一只狼 威拉,它只是一只小狼罢了 干嘛那么紧张啊 亏你做寻山员那么久了 难道就没听人家常说狼是忘恩负义的吗 狼这种动物养不得啊 可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掉吧 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一条小生命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小家伙,我们回家吧 就这样 这只小狼被山姆带到了它的山间小屋养了起来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 小狼已经长大了不少 虽然它和山姆相处得很好 可是在它骨子里仍然保留着狼的野性 看来捕猎真是狼的本能啊 没有父母教导它 竟然也做得有模有样 怎么了,小家伙 是不是想回到森林里呢 哎呀,森林里竟然还有狼啊 小家伙,你是不是想回到同伴身边呀 若是的话,就去吧 毕竟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小家伙就这样走了 竟然连回头看我一眼都没有,就走了 唉 几个月后 山姆,你说什么 那只小狼跑回森林里了 是啊 真是只没良心的狼 你救了它,它却就这么跑掉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家伙呢 山林里是它的家 它只是回家了而已 维拉,山姆说的有些道理 毕竟森林才是它真正的家 它要是想山姆了 会回来看望它的 我可不相信那只狼还会回来 不信,我们打个赌 我赌它,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唉,好了好了 不要提它了,回不回来又怎么样呢 只要它平安无事就好 正如维拉所说 小狼这一走便渺无音讯 再也没有回来过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这年夏天 山姆的朋友帮他送一些补给品来山上 山姆,那只小狼自从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对啊,它已经回家了 还来这里做什么呢 我就说过,狼忘恩负义不能养 你把它救了,将它养大 可它呢,就这样一走了之了 可不是吗,山姆 你是不是后悔当初救了它呀 不后悔,小家伙长大了 就应该回归属于它自己的生活 我不能一直养着它的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有枪声 夏天的时候 山下的猎人会到山上捕猎一些野兔 我想一定是它们上山了 走,我们出去看看 它们如果捕猎的是保育动物 那可不行 糟了 狮狼,狮狼 我去拿武器 安德鲁,别拿武器 这只狼不会伤害我们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它嘴里叼着一只小狼呢 那应该是它的孩子 它这是带着孩子在逃命呢 难道刚才开枪的那些猎人 是在追捕这只狼 嗯,很有可能 啊,难道是小家伙 这是怎么回事 那只狼就是三年前我们救下的那只小狼 真的吗 那它怎么把孩子送到你这里了 要知道动物护子的本性是很强的 它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生物靠近自己的孩子 更别提人类了 而它今天竟然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啊 快追,可别让那只狼跑了 我明白了 它这是要我替它照顾好它的孩子 快,快把这只小狼藏到屋里去 来,我们快进去 就在将小狼藏进屋内没多久后 二位猎人便来到了这里 有房子 怎么回事 那只狼怎么跑到这里就停下来 又朝别的地方跑了 先生,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狼啊 看到了 我听到外面有响声就急忙打开门 结果一出来就看到了一只狼 它看到我后就转身跑掉了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起初那家伙是想躲进这个屋子 不应该啊 狼可是狡猾得很 它是绝对不会朝人类居住的地方逃跑的 它的行为太反常了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再跟着它的脚印追 今天说什么也要抓到它 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快走 它们走了 嗯,离开了 你们看这只小狼 简直和它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那只狼也真是了不起 将孩子交给你 然后自己引开猎人 动物的母爱也是那样的伟大呀 而且它也知道谁是值得托付的 希望小家伙不会有事才好 山姆,你放心吧 那两位猎人徒步怎么能追上狼呢 那只狼在不需要顾虑孩子安危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躲开猎人 是很容易躲开猎人藏起来的 没错,我敢打赌 今天晚上它就会回来找孩子的 嗯,很有可能的 果然,当天晚上天刚刚黑没多久 山姆便听到了一阵阵挠门声 看来它真是回来了 好久不见,小家伙 没想到你已经当妈妈了 接着那只狼又对小狼轻声说了些什么 似乎在告诉孩子 面前的这个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小狼听后看着山姆的眼神也不再恐慌 虽然他们离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留恋 但我知道 在他们内心里是充满感激的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山姆决定改变众人对狼的偏见 于是便将自己和狼的故事逢人便说 在她的努力不懈下 大家对狼的印象终于发生了转变 往后森林里再也没有捕获野狼的事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